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吴明,镜中人预告释出 三部影片国庆档上映戏自我博弈 最近有关王一博的好消息 真是一波接着一波 街舞少年陈硕刚刚与丁雷携手冲向全国大赛 是飞员雷宇就与队员们一起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就在网友们热议蓝色被雷帽的杨正 会不会一同赴观众的大荧幕之约的时候 叶秘书又巧声不响走了出来 没错,最神秘的吴明发布新预告了 近日,不声不响的吴明 发布了最新预告片与以往印象中的预告片不同 梁朝伟与王一博在60秒的预告片中一言不发 却使观众在暗流涌动中感受到影片神秘而又高级的质感 两位男主在不同的场景中 通过动作、神态、眼神以及背景音乐 营造出叠占据应有的悬疑感和氛围感 王一博在富丽堂皇的卫生间内整理仪容 与梁朝伟在阴暗简陋的房间内修饰蝙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加上两位深邃的眼神 瞬间将氛围感拉满 虽然预告中没有一句对白 但是交代的信息量却一点也不少 异象元素的运用 将整部影片的悬疑氛围推上一个新的高潮 梁朝伟的窗子与王一博的镜子 梁朝伟嘴里的烟与王一博手中的领带 窗外的光影明暗交错与领带的颜色时 黑石白在不同的时间维度里 也不做相近的动作 可在视觉上 却带给人似曾相似但又不同的感觉 这种大胆的表现方式 非常符合导演成尔的风格 任重道远 黑色幽默 成尔交出的这份主旋律风格电影 让观众对吴明充满了期待 虽然预告片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但是带给观众的极致观影体验 已经让人不得不将期待值再一次调到最高 作为主演之一的王一博 从电影开拍一时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 年纪轻轻与影帝影后合作能否担起重任 也成为了谈论的焦点 当然 这其中质疑声颇多可随着制片人 导演讲述片场的故事 当电影剧照 预告片逐步地释出 王一博不论在造型 表现以及神态上都给了网友重重的冲击 也让网友对这个努力的青年演员开始有了期待 更有细心的网友从海报和预告中发现 叶秘书至少换了五条领带 甚至有人开始期待电影中叶秘书 到底会更换多少条领带 会不会如当年的 《花样年华》中 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一般 呈现出经典的旗袍领带秀 无名预告片的发布 也就意味着电影上映的脚步临近 而最近在国庆档的推荐影片中 网友还惊喜地发现了 王一博的另外两部作品 《长空之王》和《热烈》 这样一来 王一博就有三部影片 可能会选择在国庆档上映 虽然还不确定消息是否属实 可网友们还是小小地激动了一下 毕竟等了那么久 终于要和叶秘书 雷宇 陈硕夫一场约会了 三部影片扎堆来袭 王一博下半年重出江湖就火力全开 这对于喜欢王一博的观众来讲 开心自不必多说 初登大荧幕的王一博 就带来了三种不同题材 不同类型的角色 即便不会全部选择在国庆档上映 但预告片伟名晃晃的 《2022敬请期待》 也意味着排片 最迟不会超过元旦档 两个月的时间内 带应作品先后上映 这无疑是王一博的自我对标 也是他的自我博弈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授权巴掌随笔 作为转型中的青年男演员 王一博在演员这条道路上的努力和进步 是有目共睹的 他对表演的执着 对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 以及从流量明星转型实力演员的决心 也是显而易见的 相信不仅是粉丝 就连普通观众对他在转型路上的努力 也是看在眼里的 能够敢于跟自己博弈 才是王一博通往成功的捷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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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